接著我們要上個東西 叫做氧氣 這裡有一個氧氣的自備是重點 第一個 氧氣無色 我也都一樣 你不要理他 月融於水 所以當回我們都叫排水集氣吧 可以助燃之重要的性質 然後呢 可以產生氧的反應有 你們學過叫做光和作用 這是我們當回要交的重點 雙氧水治氧 就是我們實驗室 我們要做實驗 過兩禮拜我們要做這個實驗 酸氧水治氧 然後呢 這個考試考過 未來會提到聚光分解氧化孔 會得到氧氣跟孔水銀 這是發現氧的實驗 這個考試考過 這個東西已經沒有教了 你看一下 欣賞一下就好了 綠酸甲分解 然後產生氧氣 這是可以產生氧的反應 那麼就是我們實驗室的作氧的方法 我們實驗室 我們在實驗室產生氣體 我們將來都是一個液體 碰一個固體 然後產生一個氣體 我現在的液體叫做雙氧水 我的固體叫做二氧化孔 然後呢 產生了氣體叫做氧氣 那麼有一個重點是 這個二氧化孔的作用叫做催化劑 催化劑的意思是幫助反應容易進行 進行的比較快 我們以後會教你催化劑能做什麼 不能做什麼 有做什麼 沒做什麼 以後的事情 目前就知道二氧化孔當催化劑 讓反應進行的比較快 然後刷氧水碰到它之後就會反應分解成水跟氧 沒有二氧化孔 它也會分解 只是分解的比較慢 只是分解的比較慢 叫做實驗室做 所以倒一個液體 碰一個固體 產生一個氣體 然後我用加熱的方法 也可以使它分解 那我們實驗室是用碰二氧化孔的方式做的 然後蒐集的時候是用排水集氣法 當然我會跟你講什麼叫做排水集氣法 蒐集完之後的瓶子正立 然後瓶口朝上 原因是因為氧氣比空氣重 會沉在下面 所以是正立 瓶口朝上擺著 所以 重點就是要記住 它是用排水集氣法收集 然後等一下會跟你介紹排水集氣法 要注意 要記得 什麼樣的東西是用排水集氣法收集 我們用排水集氣法 收集氧氣 這個以前也考過 就問你說它如何收集 為什麼 這叫做排水集氣法 排水集氣法 就是把我們的這個瓶子裡面呢 裝滿的都是水 然後呢 氣體就進去 然後呢 氣體就進去 然後就把水趕出來 然後就收集到了氣體 這個方法就叫做排水集氣法 這個方法會有一些好處 好處一 你可以看得到 你收集了多少 好處二 它收集的比較純淨 它收集的比較純淨 因為原來都是水 然後被趕走 就是我要的氣體 所以收集的是純淨的 所以排水集氣法 必須要使用以南融於水 並不和水作用的 通常你的參考書 或者你的補習班老師 只教你要南融於水 不需要寫不融 南融就好 或者越融就好 就是有點融又不會太融就可以了 不要融得太多就可以了 然後不和水作用的 然後 所以它只排水集氣法 必須要用南融於水 不和水作用的 才可以用排水集氣法來收集 我們以後會加兩個融與水的 是不行 以後再說 以後再說 一般而言 我們二氧化碳氧氣跟氫氣 現在國中已經沒有製造氫氣了 以前有 二氧化碳最會有 氫氣最不會有 但都融的不多 所以它們都可以用排水集氣法來收集 都可以排水集氣法收集 但是這兩個不行 氯化氫跟氨 它們都會極易融於水 那麼氯氣是會跟水作用 形成氫氯酸跟氫氯酸 所以都不可以用排水集氣法收集 請你記住氯化氫跟氨 因為我們以後會再教到 它極易融於水 以後會再教到它極易融於水 所以它們都不可以用排水集氣法收集 注意 什麼樣的氣體才可以用排水集氣法收集 難融於水 掠融於水 OK 不按水作用 如果不能夠用排水集氣法 我們就有所謂的向上排氣法或者是向下排氣法 向下排氣法就是平口朝下 適用在那個比空氣輕的會往上飄 往上飄的東西叫做向下排氣法 像這樣子 向下排氣法 因為它有顏色所以你看得出來 通常你是無色的 所以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收集了多少 因為要憑感覺 憑感覺知道你收集了多少 叫向下排氣法 比如說那些空 比如說剛剛那個氨啊 氨就比空氣輕 就可以用所謂的向下排氣法 向上排氣法就是平口朝上 就是比空氣來的重 比空氣來的重的 像剛才那個氯化氫 就比空氣重 就可以用向上排氣法 像這樣 灌進去 一樣 因為它有顏色所以你看得出來 那無色無味的你就完全 不知道你到底收集了多少 所以我跟你講說 排水集氣法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確定到底收集了多少 而且收集會比較純淨 你要純淨 OK 在我們這個實驗裡面 有幾個注意事項 第一個 就是那個玩意兒叫做 劑頭漏斗 劑頭漏斗 我們當初你會放點水 這個水 讓我們劑頭漏斗 要長管 要盡量接近體部 目的是要防止氣體溢出 這個東西還有另外一個好處 我做實驗的時候告訴你 因為它可以告訴你說 它是不是會產生太快 當然我要講的 接近底部 防止氣體溢出 這是第一個 劑頭漏斗 場管要盡量接近底部 目的 防止氣體溢出 第二個 一開始的氣體不要收集 原因 它是原來管自己的空氣 不是你要的玩意兒 所以一開始的氣體不要收集 一開始氣體不要收集 最後 如果氣體產生太快 就將那個導管 就這個管子 從水裡面拔出來 讓導管從水中拔出 不是把劑頭漏斗拔搶 那拔搶就毀了 全部聲音要重做 所以要將它從 將導管拔出來 OK 那我剛剛講過了 你怎麼知道氣體產生太快 做實驗的時候 我會告訴你 你怎麼知道 氣體產生太快 我還會警告你 你如果誰讓它做成噴泉 我們就可以扒了 OK 那我會告訴你說 怎麼知道它產生太快 所以 就是實驗的注意事項 以上就是一個重點 如何自備氧氣 雙氧水分解 產生氧跟水 用二氧化膜當催化劑 實驗的注意事項 要劑頭漏斗 場管要盡量接近皮膚 防止劑力溢出 一開始的氣體不要收緊 因為是原來的空氣 如果氣體生成太快 將導管從水中拔出 這就是各位要記住的事情 OK